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宽城满足自治线更是以他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满足文化而闻名 前两天我们的编导来到宽城采访 正赶上当被一户姓刘的满足人家办喜事 这满足的婚事啊不仅形式特别而且趣味十足 他叫刘林明天就是他结婚大喜的日子 今天小刘跟随父亲来到村旁的水库 打算捞些当地的野生鱼为明天的婚宴做准备 父子俩虽然就住在水库边 但常年在外打工 打鱼对他们来说已经十分的陌生 因此父亲刘武生特意邀请了朋友来帮忙 托网是当地一种特殊的捕鱼方式 这种托网全部摊开有五百多米长 所以要分装在两条船上 我们的编导在船上发现了一些特别的工具 在这里要考考观众了 您知道这是干什么的吗 答案一会揭晓 托网的位置一般选择在平静的水面上 能不能捞到大鱼 大多数情况还是要靠运气 像咱们一往能捞多少斤鱼啊 这个不太确定 根据地点时间了 还有季节了 这都有很大的区别的 最多的鱼网打过五六千斤的 五六千就拿这个网 对拿这个网打五千斤 那时候是碰到鱼群了 在那个春季的时候 咱们现在相当于画了一个圈是不是 然后两条船又并在一起了 对对对 然后接下来要怎么拉 接下来都往上收 收的时候也要连在一起 刮在一起 收网要先收网底 这就要用到之前我们所说的工具了 这个绳子是干嘛用的呀 这网下去之后就从底下 跟那个盆水那个意思似的 从底下往上收 相当于往上兜这个鱼 对 都是在底下生扎口 底越缩越紧越紧 这个咱们扎口是把底扎上 网里的鱼就上来了 当地人管这个工具叫脚墨 碰到鱼多的时候 手上用的力量相当于提起一百斤左右的重物 这还不算什么 每次收网要持续二十分钟左右 所以考验更多的是人的耐力 操作脚墨的大姐 名叫李贵荣 和同传收网的大哥张艺红是两口子 李大姐虽然是女同志 但干起活来丝毫不逊色 夏天的时候 一天下来要打十几瓦 这时候还不是太弱 夏天的时候 灰尘是憨的 这也是很辛苦的活性 一年能挣多少钱啊 一两万块钱 一年才挣一两万块 季节性很强的 天热的时候 夏天春天干一些 等到秋天冷了 冬天会更没法干了 那你们平时不打鱼的时候 做些什么呀 平时大家也都是干点小活去吧 干点小活 对 要不然一两万的收入也太少了 是不是 对不对 也刚够下开支 这个了解了 挂在这儿长了 当时这里有鱼 也跑不了了 把鱼从网底圈住之后 就要收上面的网了 张艺红告诉编导 现在有很多游客 来当地体验捕鱼 空闲的时候 他们也会为游客捕上几网 那么我们这一网 究竟能捕到多少鱼呢 你觉得这一网有多少鱼 我说肯定会有收获的 肯定有收获 对 就是多少的问题 肯定会有收获 我觉得 有鱼吗 没看着呢 够像 够像啊 没有 这是拉完了是吧 拉完了 这网是全部收起来了 这一网没鱼啊 这网没鱼 张大哥对这一网的判断 有些失误 我们只能换到更深的水域 适时运气 就在我们进行的途中 却发现一段长城 旧屹立在眼前 这段长城 位于洗风口和攀家口之间 是清朝 住房的咽喉要道 清朝顺治年间 皇帝把这一带土地 用于奖励战功 随着圈战土地面积的扩大 来到宽城定居的满族人 也越来越多 据当地人介绍 这里最难得的景观是水下长城 这水下长城是什么样子呢 这就到了 这就是水下长城这块 这是水下长城啊 对 为什么叫水下长城啊 因为沙达蓄水之后 把这个长城都给淹在水下了 水位一上来 我看这个长城是从这延伸下来的是吧 对对对 延伸下来的 它有一半在水里 对对对 所以只要水下长城是吧 对对对 水下长城是宽城一带独有的景观 由于现在水位比较高 我们只能看到一半的城墙埋没于水中 在枯水的季节里还能看到 蜂火台和城楼露出水面一半的独特景观 你小时候就在这住是吧 对对对 那以前这是什么样子 以前 这都在半山腰以上的 很高很高的 很高的 那底下 这边这么看 看那长城 才能看得到 就是小时候有人翻蝎子 直接从山 山下面一直翻翻翻翻 翻到长城上来 在石头上翻蝎子 这石头下面就有蝎子是不是 对对对 现在还能翻蝎子吗 这个不是那季节了 过季节了 何止是蝎子 我们的颠导就在长城脚下 捡到了一张贵过的完整蛇皮 长度大概有一人多高 宽度有二十厘米 看来昔日的战时攻势 如今已经完全隐藏在大自然的环境中 但这段长城的记忆 却被流传至今 听老人讲 在抗日战争时期 鬼子 把这个长城眼线都给占领了 咱最近有一支抗日队伍 就派出了五百名战士 深北大刀啊 晚上就袭击了鬼子两句点 杀死了鬼子五百多人吧 那是吧 咱们有个大刀进行曲 就是根据这个故事 而编编的作曲 大刀进行曲 这个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看去 这个我听过 看完了水下长城 张艺红在附近选好了捕鱼的位置 打算再试一网 这一次结果会怎样呢 我看这一条鱼啊 哇 这是什么鱼啊 这是胖头是吧 对 好大呀 这个鱼大啊 哇 这个鱼有多少斤 有五六斤重 你们平时打的有多大 最大的 最大的有十二斤 二来斤的 二来斤 对 二来斤有多大 它能比这个大两三倍 两三倍 对 现在这鱼是越打越小了 现在不如以前了是吗 对 把它换回去了 要抓的这个塞是吧 对 鱼要抓的这个塞的地方 它会老实一些 这么抓 这里还有一个很少 很少见的鱼 这个鱼会扎手吗 会 它扎手会抓肿的 它的一个刺 这是咱们野生的鱼是吧 对 这自然水域都是野生的 它非常滑 我听说这个鱼特别好吃 对 鱼就弄吗 它挺有名的菜 后来我们今天运气不错 不错 在秋季 能捕到大个的野生鱼 算是很幸运的事 刘武生期盼着明天 儿子的婚礼也一样顺利 刘武生一家是地道的满足人 所以儿子的婚礼 也要按照满足老一辈的传统办 结婚当天 接亲的队伍早早就做好了准备 按要求 新娘要用花轿接 抬轿的小伙子们觉得好奇 也想上去试一试做轿子的感觉 可能是用力过猛 轿子还没去接亲就出了问题 这该如何是好 新娘这边并不知道刚刚发生的事情 已经开始更换服装 等待接亲队伍的到来 可是只有在宫廷戏里 才会出现的人物角色 今天怎么出现在新娘家了呢 你们今天担当什么角色啊 我们要给新娘当伴娘娘 伴娘啊 对 伴娘要打扮成这个样的是吧 是的 原来这两位姑娘今天的伴娘 扮演的是格格的角色 他们所穿的服装 就是传统的满足服饰 旗袍 旗头和旗血 这三个就是象征着是满足的 这些服饰的代表 这个鞋叫什么 刮盆底鞋 刮盆底鞋啊 因为它下面的根是以刮盆的形状做的 所以就这样刮盆的鞋 平时一般都是有这种喜庆的日子 或者特殊的日子的时候会穿这种鞋 你这鞋个人都高 其实给你有个五到六公斑 五到六公斑 行动起来不太方便 不是很方便 就是因为满足 它是走路的时候是有要求的 股子不可以卖太大 所以穿这个鞋走路的时候也不可以太慌张 就稳一点上身还不能随便放动 这个鞋子就是看起来很不稳当 但是其实穿起来却一点也不慌 然后我还可以穿这个鞋子跳舞 轿子经过维修 问题得到了解决 接近的队伍要绕行接式 称为靓教 骑手手指八面大旗 象征满足的八旗 新郎到达女方家后 要手捧大块猪肉送给女方父母 咱们这个是什么肉 犁娘肉 犁娘肉啊 对 为什么要带这个犁娘肉 今天把这块肉送到这 把他新宝贝姑娘算回来 拿这块肉换宝贝姑娘 对对 这成本非常低的 成本低 财品昨天都给送来了 恭喜恭喜 借由刘甫公子 借业妇小姐过门成亲 本次也给 原外爷及夫人道喜了 向岳父岳母 送上梨娘肉 送上梨娘肉 新郎就可以进门 接取自己的新娘了 可是想要进这个门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是带着地上来的 一定要把媳妇抢大手 兄弟们给我上 看来不给红包是别想进这个门了 新郎进门后 新娘的母亲要为女儿吃下宽心面 意思是让女儿出嫁后要放心 以后的日子一定会幸福 新娘从昨天开始就一顿饭都没有吃过 今天就更不敢多吃 据说不让新娘吃饭 是为了到男方家接受一项艰巨的考验 究竟是什么考验呢 新娘象征性的吃了一小口 看来只能新郎吃掉这一大碗面了 这个必须得吃完吗 那原则应该吃完 必须吃完 必须吃完 这母亲这向着女儿 给这么下碗面条 吃完面 新娘就要跟着新郎走了 可就在要出门的时候 母亲突然打起女儿来 这是为什么呢 我看你这还怎么打着闺女了 因为在闺女出门之前 我们当地有一个封锁 必须把这个眼泪掉在自己家里边 这在那个农村来说吧 是叫金豆子 掉在娘的家里头 可是闺女呢 如果要是这个金豆子留在家里呢 作为母亲必须得拿起 她手中拿这个胆子 打 让她也打她 让她知道疼 也必须把这个金豆子留在娘 娘甲 哦 还必须得打哭了 对 必须打哭了 娘甲 扭起来 家伙们 放个道 您这是什么角色呀 我是啊 叫媒婆 你是媒婆啊 啊 你刚知道啊 我看 谢谢你吧 咱这媒婆怎么是男的呀 哎呦 谁说的 我们男的也可以当着女的嘛 这叫反串 啊 她说您多大岁数了 还小呢 27了 27 我还真没看出来 真没看出来吧 72岁 72岁 刚才批刹那是您吧 我没看错吧 可能是我吧 可能是你啊 72岁能批刹 您再批刹 再来一个 来一个 来一个 说来就来啊 你们行吗 都不行啊 你多大岁数了 我今天25 你试试 来试一下吧 有胆量 来 我陪着你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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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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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小朋友快起的吧 我来 你来啊 你行吗 我呢 你看看 哎呦 哎呦 咋个人啊 你看看 我都练过啊 哎 来来来 咋呀 你来 咱们吃点 再来一吃点 哈哈 让大家 祝幸 祝这府中啊 笑口参开 来 来 开始 开始 大大天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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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父们 好 请教 好 新娘上教后 教夫们为了讨要红包会颠叫 因为路途较远 新娘早就准备了打赏钱 受东亚制托 接刘府 新娘到家了 接亲的队伍回来后 新郎要用备好的弓箭射上三箭 一射天 天坐之河 二射地 地就一双 三射乾坤 三生有限 永远通心 我看刚才那个新郎怎么还拿弓箭射上新娘呢 这是我满族啊 先祖女真人 游牧齐射时期 抢亲时遗留下的习俗 意思就是把对着人赶走射走 研究到现在我们为什么还要用 就是把新郎把对着情人撵走 情敌 情敌 也是 情敌 把情敌撵走 射箭 射箭反映出满族是一个涉猎民族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 至今还保留着这个古老的习俗 新娘下轿后要过满安 预示着平平安安 而跨火盆则延续了满族萨满教 对火崇拜的遗迹 象征着婚后两个人的日子 会过得红红火火 有请新郎挑盖头 有请新郎新娘入洞房 接下来 秦云要送入洞房 可就在二人要进门时 却被南方的父母拒之门外 难道他们是反悔了吗 原来 这在满族的婚俗里 叫嫩性 意思是让新进门的媳妇 憋一憋性情 培养耐心 门性时间不会太长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 门后还有一个恶作剧 等着大家 恶作剧的发起者虽然占了上风 但最后还是遭到了众人的围攻 略显狼狈 精心打扮后的伴娘 也没能逃过这一决 往客人的脸上抹锅底灰 叫磨洗 是当地人倒洗的一种方式 抹了锅底灰的人都会去洗 这里的洗和洗同音 是让大家都沾喜气的意思 新娘进门后 伴娘忽然递给新娘一把斧子 而新娘还将她藏在身后 这大喜的日子里 为何要藏这样的力气呢 把新人送入洞房 婚宴就可以开始了 满族的婚宴讲究八碟八碗 俗称八大碗 咱们这个婚宴有什么特点 这桌子婚宴就是典型的咱们满族的饮食 八大碗 八大碗 这个有什么说到呢 八大碗是清太祖 卢尔哈赤时代流传下来的 据满族其人祭礼考祭来 宴会用五顶八盏俗称八大碗 主要是用于民间的喜宴 嫁娶 婚宴等等和年节庆 这是典型的满族的火锅 这是点心满族的火锅白肉 这是酸酸 还有白肉 前来道喜的亲朋来了不少 有的朋友借着高兴劲 还特意在现场亮起了绝活 吃饭期间新郎要在门口守仗 而新娘要在房内作福 所谓作福就是坐在斧子上 新娘坐在上面 寓意坐享幸福 新媳妇前一天不吃饭 只为了作福的时候 避免上厕所 否则会被人说没福气 就在喜宴快结束的时候 新郎却背起了被子 在院子里转了起来 难道是小两口闹别扭了吗 原来按满族习俗 灰宴快结束时 新郎会背着被子在席间穿梭 还要不停地问新娘 留不留宿 如果新娘不同意留宿 就要继续走圈 朋友们会把枣 花生 桂圆和栗子 塞在被子里 祝福二位新人 枣生桂子 朋友们为了给新郎 增加分量 塞进不少钻头和石头 屋外的场景 让新娘心软起来 赶快把新郎放了进来 按照习俗 最后一下内容 就是抢炕头 被子放在炕中间 两个人谁先坐在被子上 谁就算赢 赢的人 就是以后当家的人 这新郎啊 看来明显是这样的媳妇 我们也希望 在今后的生活中 他们能够永远地互牵互让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的官方微博 微信 中国有多奇 乡土告诉你 我们下期再见 你是乡土最热心的观众吗 如果你能回答 大家对本周所有的问题 那么将获得精美离品一份 快快短信参与吧 你就是乡土百事通 海拔三千米的雪山上 有一个美丽的藏族村落 是什么样的日子 让他们宁愿花光自己多年的积蓄 又是什么原因 让他们将财产都放在雪山上 藏家的女人 莫清科 做单板 而藏家的男人们 在雪山上放牧 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 下期乡土 勾进川盘村 看当地传统的藏家人的生活